好,既然我们了解了Response主要的API,那接下来就来学一下这API的使用了吧 好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了,我们新建一个web工程 对08Response 好,我们把这个给删掉了 好,来看 我们新去建一个Servit 我们就叫Response ResponseResponseDemo1 com叫IT黑码 叫Response Response1吧 好,这个里边我们给大家演示 使用SiteStatus 去设置响应的状态码 明白 好,设置响应状态码 我们既然是要回送响应 是不是肯定找Response啊 Response这里边 它有一些 有个SiteStatus这个方法 对吧 好 SiteStatus除了这个 你看它后边还有一个 SM什么呀 就是那个Street那些的一个Message 这个Message就是那个额外的信息 你们还有印象吗 你们来看 我们说一个响应后边 是不是有一个这个支付串啊 这个支付串 如果你想设置 你就使用什么呀 下边的这个API就行了 没有没有 当然我现在没这个需求 我就直接到上面这个 例如我写个404 表示什么意思啊 客户单访问的那个资源不存在 对不对 好,行 我们现在去访问一下 这是什么问题啊 好 外边是不是已经启动了 他们害服务器啊 我这里边肯定就启动失败了呗 对 对 零八下发现Response 怎么样 我们这里写Response一 对吧 好 大家来看 我还是把抓包的给打开看 注意 这个瑞磁邦十一当前到底存不存在啊 啊 瑞磁邦十一是不是存在的呀 就是我这个时候是吧 但是你一访问的时候 他给你回送了个404吧 来看 你看是不是一个404 好 并且你会发现 这个浏览器是不是个白板啊 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好 注意 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你的浏览器里边 因为我上一期班 我讲的时候 我把它设置了 我设置了一下 把这个地方 它有个显示友好的AP错误信息 明白吧 你把它勾上一下 然后你重新再来刷 你看是不是就回送了404了 好 但是注意 这个404 你看是不是显示成这样的样子啊 但是我们自己明确的知道的是 这个瑞磁邦十一 它存在对不对 但是由于你访问这个瑞磁邦十一的时候 你给浏览器回送了404 浏览器收到了404 他又知道 认为 他认为 哦 我请求的路径有问题 听明白我的意思吧 所以它又显示成了一个这个样子 听明白吧 这些状态码 都是预先定义好的浏览器认识它 好 那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 常用的响应状态码里边 我们知道有200吧 有302吧 有304吧 有404吧 还有500吧 那这个302 一会儿我们演示 然后304 304它表示资源没有改变 明白吧 然后404我们这里演示了吧 我们现在改一下 我们把它改成 改成个500看一下 大家来看啊 500 我改500 它又变了 注意啊 这是404吧 现在是不是500了 500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 你看它是写的什么 该网站成有程序做网 也就是说你服务器来的程序有问题了 对吧 好 你说可以设置不同的响应状态码 好 继续 这个常用的响应状态码里边我们说200是表示一切OK吧 成功处理请求 302表示怎么样 注意302 它是这样的 它与location响应头一起去使用 实现请求重印象 明白 304表示 请求的资源 未发生变化 未发生变化 浏览器 本地 有 缓存 通知浏览器 直接拿 缓存 显示 明白吗 然后还有来404 什么样 请求的路径有问题 客户端 请求的资源的路径 不存在 500是服务器端 出现错误 OK 行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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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